今天我们来到金沙洲 要品尝一间大秋之前都去过的 就是盐吉朝鲜族的那间美食店 也就是说 好地道的东北酵肉 和冷面的那间店 因为在西村那边 是搬来这间店 所以看点评上面 原来他在这边都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这次再次过来这边 试一试他们的品质 上次我们节目不是来过吗 然后吃这个冷面好像很厉害的感觉 对 这个冷面我们都是 自己货的面都是线牙的 线牙 我在外面吃的都不是线牙 还有什么好推荐的呢 有那个东北牛肉 东北牛肉 就是烤肉了吗 对啊 烤肉啊 还有这个牛排肉 这都是我们自己调味的 还有一种是五花肉 五花肉就是原味的 我们就三个人就吃这四个 三个也差不多了 暂时差不多了 那个线牙冷面是什么样的牙冷面 就是用机器 自己活的面 都是调好比例的 我没看过他们看一下呢 可以啊 就在那里 就在那里 是我们的粉丝吗 对对对 啊 我来吃了我家吃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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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全部都是碳水教徒 吃饭 碳水教徒 这家冷面好吃 有多好吃呢 酸酸甜甜麻辣 我喜欢吃这个味 你是广东哪里啊 猫猫猫 猫猫 我没有都中心 我当时是吃过最好吃的一点 最好吃 是汤底好还是面酸 都很好 都感觉都很好 煮味俱全 煮味俱全 谢谢你 鲜鸣就不用了 合照吧好不好 好好好 只要煮些美 好好好 谢谢 慢慢吃 好好好 师傅你们这里就是你们现压的冷面吗 对对对 这是我们东北老家发过来的机器 现压 那我们可不可以进去看一下呢 厨房最好是别进来了 那出去吧 好好好 欢迎 对我们这个是现压的冷面 在广州基本上多一份差不多 真的 正宗的 我们机器都是从老家发过来的 哇 然后用手工的和的面 用那些荞麦面呢 面粉呢 七七八八的好几种面 然后按比例 扩出来的面 压出来 然后就煮它 对对对 就变成那么糯 对 因为有好多面在一起 然后它就把那个面条做得非常筋道 非常有韧性 对 还有那个汤 汤底有什么讲究吗 我们这汤都是 演习那个朝鲜族的 那个 世世代代 闯下来那种配方研制的 有牛肉汤 水果 矿泉水 还有这些中药 一起熬制的 按比例的调制而成的 酸甜口 非常清爽 而且汤呢 要放到冰箱里冰镇 在冰的时候 尤其夏天吃的时候 最爽的 带点冰 衣食 又降温 又解渴 又爽 爽 好吃的感觉 我都流口水了 试一下 试一下 真的有些颜色是有些不同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去吃的 蕎麦面 那些冷面 它不是这种 深深的红色 它是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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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紫色的那种感觉 手煎 我真的不知道 原来它是 牛肉汤 现在你告诉我 是牛肉汤呢 我才会觉得是 是有些牛肉味的感觉 但最多的 都是那种 首先是爽 然后是酸酸甜甜的感觉 这一口汤呢 都是水果的灵魂 其实还加了些醋 水果 都是以牛肉为主 所以这种 酸酸微微 甜甜的 很冰凉 听他们说有解酒 哇 又成的 很聪明的感觉 开胃 聪明的感觉 上次见的大抽就是 剪一下 去吃 很爽口 很冷 很甜 很烟 很烟 嗯 怎么试试呢 因为我认为 因为这个剪刀 这样剪刀 是比较 简便 和想心愿望的 吃法 但是如果整条 这样煮的话 是怎样的 嗯 之前吃的 是没有这种 那么充满弹性 前提下 是你见到 哇 就是这样手工做出来 18元一碗 真的很好吃 这个是爽的 为什么呢 其实牛肉汤是咸的 它是加酸甜的 但是它这么绿 是我在广州 比较之印象深刻的 是这么贵的 哇 那么爽口 银鸡那边 首先做个朋友 就是吃这些东西 又酸又甜又辣 又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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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腌制过的 对 看你们的橙色 就像是自己配的 是很香的 你别说了 五花肉 有些人很喜欢煎 煎到它 再金黄一点 那种就会比较脆 香厚一点 还有油分少一点 但是我想说的话 我喜欢吃那些 油腍腍多一点 不知为什么 我喜欢这种感觉 尤其是五花肉 包着的生菜来吃 哇 一口甘香 一口回味 一口舒爽 没有它 就是满足的 很难得 我一口没有碳水化合 够油 够甘香 你试一下这个东北牛肉 这个东北牛肉 很好 好满足 辣辣的 肉质咬下去 一丝一丝的纤维感 加一粘的梳菜 第一 会令到口感更加有层次感 第二 梳菜采放水分 会令到口汤更加滑 黑胡椒的这个是什么肉呢 这个就是牛排肉 牛排肉 对 我看到旁边有些顾客是这样吃的 有些新的吃法 旁边有些人是这样套餐 牛排的肉 牛排 它会更浓,可能我只是用泡菜包,我没有加其他调味 反而会显得那块牛肉会更加油,更多牛味 不用加这块牛肉,不用加这块牛肉,真的很好吃 继续烤吧,烤给我们吃 星光烤肉,很多人都吃不到 我知道,不专业 我知道,不专业 不对口,我知道你们说什么 一次生,两次熟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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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板筋很好吃 正价比其实都可以 四个人可以吃到的东西 当然,烤肉也有特色 正宗的烤肉 印象最深刻的是冷面 因为冷面是自己手工的 再加上有传统的汤底 我真的不知道是牛汤底 不需要不好吃 当然,咬起来的感觉 又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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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弹 其实是可以的 按你们所缘 有些朋友说 西村加密搬来 没错,就搬来金沙酒 所以有机会可以试试 地道正宗的烤肉和冷面 下一次更新,大家就不会错过了